回圈他要什么 阶层的 所谓的阶层 如果你用Google找一下 会有那个就是阶层 百科圈 那其实最简单的定义就类似这样 他实际上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一个就是 比如说N N如果为5的话 然后今天很好 等于后面的话 实际上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会从1乘2乘3乘5为止 所以结果的话就是120 OK那这一题来看 我们那个阶层里面 要我们做的其实就是 假设输入15 当然不一定输入 如果输入5的话 应该是得到的结果应该120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首先的话第一个你要想 如果输入5Enter应该120 如果如果今天假设 如果今天输入是15的话 假设这边有一个结果 我们就是参考15Enter 那实际上就是1乘2乘3乘1乘 乘到15为止 所有的乘的加乘的结果 帮我把它输出 那我要怎样用阶层概念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 我们第一个一定要从1开始 所以我阶层的数字就是初始成1 那1之后的话 接下来怎么样 就是我要互乘 所以我会有个范围 那范围的话就是到n为止 所以我的回车范围 基本上的话 我可以for i 等于输入那个指甲 所以我输入的是5的话 那应该5的后面那一个 因为要从5的 那我预设值是1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就从1开始 Range的话不用从1开始 因为1乘1还是1 没有1你就从2开始 那后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1乘1 1乘2乘3乘2 乘到n这个数字为止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解 就是f1这个变数 等乘 这个地方的话等于什么 等于fa乘上i的值 那i的值会变 2 3 4 5到5为止 把最后的乘的结果 把fa的结果输出 当然就出来了 所以这一题基本上 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这个等于fa乘i 其实我前面讲过 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比较精简的写法 你可以把这个写成什么 乘等于i也可以 两种写法都ok 之前有讲过加 加等于 减等于 乘等于除等 其实都可以 只是说如果你不习惯 比如说其实好像这样 好理解的话 其实你写上ok 结果是一样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个 第三零六题的部分 就是 阶层的概念 把它试做看看 那我想 后面的话呢 我们接着就要来看 那个下一个单元 那下一个单元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直接 到到那个所谓的串列部分 所以原来白本 你可以要看一下那个 我们的第五个单元串列 试点 档案 跟信号库 慢慢的话 我们就要再更新一层 那串列里面的话 他有这些概念 串列里面的话 他能够做什么 这边有一个 我有个列表 那里面的话 其实最重要 最常被使用到的 基本上呢 就是这个 如果说有一个串列 我前面讲过 一定是一个空的 中刮壶 那如果说我要放资料进来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叫pain 所以你用pain的方法 你可以把某个资料 把它放到里面去 那你放下一个pain 下一个 一直pain下去 里面的话 如果我想要知道 里面有几个 我用L1 里面最大 最小的话 我便利 最大的话是max 然后里面的index 所以也都可以 然后出现的次数 或者要插入 等等的 其实这个列表 可是你可以离开 其中一个 或者一个区间都没有问题 或者是说 你可以用冒号的方式 去找到这个串列里面的 某部分资料就好 我不要全部 我要某 从哪一个index 到哪一个index 为止 而且这个其实我觉得 其实这个串列 我比较喜欢用什么 用ECL来比喻 其实ECL 甚至你再放一个串列进来 到底是差不多的 那只是说ECL是看得到 但是串列是看不到 ECL里面 你要删就直接删 但是呢 你在python里面 你要删 没那么容易 你要取哪个范围 也就是取哪个范围 那python的话 相对比较抽象 在ECL里面 这个范围 它的名称叫range 所以其实概念差不多 所以如果有兴趣同学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 导师也可以把这个VBA 当成是一个 平常 可以用的一个工具之一 请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 这个 创业的这个形态 待会的话呢 我们会有个练习题 就是 假如我要怎么样 输入成绩 那这个成绩的话 不是固定的 比如我今天我要输入成绩 那待会有个地方 要能够存放 通常的话 如果不止一个学生的成绩 很多个学生那怎么办 我要输入成绩 放哪里 你总不可能宣告好几个变数 所以呢 通常会宣告一个空的串列 利用append的把资料放进去 放进去 放进 最后我如果今天希望知道里面 我输入几个学生 平均多少 总分多少 最高分多少 最低分多少 哎 那就可以一定 只能大概 来python里面 如果没有串列 不知道用哪 可能就非常难写 但是你要怎么利用串列 去处理一些有关资料的相关问题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来看 那试着先把那个306题先做完 306 308 310 那也许有时间的话试着做做看 后面 如果没讲到的话 就当成各位的练习题吧 把这些题目 练熟 明镜四个�a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